全球194个国家 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会 当世界是平等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人类生活更加紧密相连 任何的国家所产生的经济问题 污染问题 千亿反而动全身 世界各国都要为这些问题付出代价 这些这么多的都市 它 差不多全世界60%的人口 可是它只占用了 差不多2%的土地面积 消耗了75%的木材产品 那么使用了 超过60%的水资源 但是最重要的是 排放了超过80%的地球的二氧化碳 我们的后代 也许会骂我们是最笨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的资源 把它浪费得那么厉害 把它用的光光的 让后面的人无以为继 面对全球暖化与经济危机 成为21世纪全球领导人的共同课题 2009年 融合欧盟第一个绿色首都 Green Capital的瑞典首都 斯德格尔摩 为全球绿色都市建立了新的典范 Stockholm遇到同样的挑战 像很多其他城市 城市的城市增长 在同时期望我们的预防 我们的影响和减少 和我们的地球预防 我们的地球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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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2050-氧化碳 1.熟悉估 for housing and strategy is to build the city inwards as using brownfield areas while preserving precious green areas 2. when building and planning our city we need to integrate sustainable solutions that aim to reduce and boost the ellogical footprint and the emission of carbon power of our citizens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与科学家科技公司共同努力 从区域暖气 配器物处理 以及交通系统着手 将每一位斯德哥尔摩市民的碳排放量 降低了20% 减少碳排量 是这世纪最重要的一题 全球各城市各企业 都在寻找新智慧新机会 台湾爱变公司与农委会合作 以智慧型的机房 节能的技术 我们就帮助我们的客户 提高了60%的空间的使用率 而且节省了50%的空调的耗能 另外也使我们客户的机房 能够提升它的寿命 至少我们的寿命 高雄的试验馆 它的屋顶全部用太阳能系统 是一个近期台达做系统的一个代表 那高雄这个试验馆 从2008年10月系统的安装到今天的话呢 每天的发电量平均下来 大概是3200度 每年至少可以有110万度的发电量 那么估计可以减少66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么不但可以供给体育场内部所需的能量 还可以予以送给台电 选择智慧的交通运输系统以及智慧节能 每个人都可以简单生活 建立智慧的绿地球 高速铁路运转两年下来 大概所节省的 如果以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人数 所节省的时间 大概是7564万的人小时 大概相当于节省了175亿的经费 如果以未来十年 如果同样运转来讲 那可以使让我们的生产力至少增加2000亿的台币 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更是可观 它节省了减少了大概8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们需要盖2056个大岸森林工人 来吸收相同的二氧化碳 并用新科技解决问题 创造永续移居环境 就算身处最混乱的年代 台湾依然充满新机会 今天台湾我们谈电力 今天在台湾我们IT的产业非常发达 如何设计智能的电表 不只是在国内用 甚至将来在看到全世界趋势的时候 在台湾的智慧的电表 可以变成是下一代的 这个在IT使用里面的一个代表作 类似这个都是可以发生的事情 只要把电的问题当成一个转型生产业 大家想下一步 水也是一样 建立智慧的地球 不但是单一区域的课题 不管是全球企业 政府还是全球共鸣 都必须携手合作迎接挑战 再闯经济高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